郑一剑红的有多快,过气的就有多快,在娱乐圈他就是那个佛系玩家,每一步都是别人推着往前走,如果你说他靠少美其上位,其实不然。 当年在TVB,郑一剑和陈松林是六叔清点的金童玉女,王金追着让他排骨祸载,郑一剑的成功并不是某个人的功劳,90年代郑一剑可以称为顶流,但在他心里自己真的很一般,唱歌没天赋,表演没热情, 平平无奇,却被人推着去学武林秘籍,最后还让称霸武林,眼看自己就要成为顶流,他突然掉头就跑,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和你聊聊,郑一剑和他的佛系江湖,当年无间道具组来找郑一剑,他拒绝了,应该把机会让给努力的刘德华,而不是他这种佛系玩家,郑一剑明白,港片的未来不应该交给他这种人,王金骂他,你再努力一点,肯定红过古天乐追赶刘德华,四大天王都应该给你藏个位置出来, 可惜郑一剑就是不想玩了,他从小就不上进,虽然家庭条件一般,但并没有激起斗志,整天就是贪玩,学习成绩一直垫底,到了中学毕业,他索性就开始混社会,可是郑一剑的人生就属于他想躺着,别人都看不下去的那种,在大街上溜达就被星探看中,让他去雪高屋拍柠檬茶广告,那是1984年,星探告诉他,你长这么帅,还不如去TVB参加歌唱比赛,结果五音不全,没有任何音乐素养的郑一剑, 连钱一百名都没有进,就被刷了下来,那幸运的是,他较好的面容被TVB股东林太太看中,推荐他去了一元训练班,随后他签约了TVB,拿着每月两千块的薪水,当然郑一剑也不是一出道就很顺利,他也跑过龙桃,主持过少儿节目,但郑一剑一点也不着急,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熬过来的, 在TVB工作四年后,郑一剑和陈松林搭档演了月儿弯弯照九州,邵一剑看后高兴得不得了,也明要重点培养他,那是1991年,郑一剑还没结识少美棋,如果说贵人,那林太太算是第一个,邵一剑算是第二个,从1991年开始,郑一剑就开始和陈松林组CP, 拍了鼠山旗下九二中午宴,笑看风云等大戏,可以说郑一剑从这里开始,慢慢展露头角,也看后来女人们为他疯狂,当时初出茅庐的郑一剑,对陈松林非常动心,可惜人家女孩对他没那个意思,小花蛋没看上他,大花蛋少美棋却看上了他,点关注我在第二集等你哦,郑一剑认识少美棋的时候,不能说一点名气都没有,只不过没有人家女方呢, 男方拍戏到很晚,他都会开车买好宵夜去接他,少美棋之前的男友是TVB金牌兼职七奇艺,就是拍出创世纪金之云捏的这个大胡子,所以少美棋能给郑一剑带去资源这个无可厚非,但郑一剑并没有靠少美棋上位,他的成功离不开王金的慧眼识珠,当年王金的父亲王天灵在家里剪片子,他就一眼看中了郑一剑,王金对父亲说,我以后要是拍电影就找他,也许是他,他就一眼看中了郑一剑,王金对父亲说,我以后要是拍电影就找他,也许 从那个时候起,王金已经有了思路,1995年王金自立门户开了电影公司,他把目标对准年轻市场,请刘伟强当导演,筹划着把漫画《古惑仔》颁上迎评,当时剧组撬定人选是何嘉静,但作为公司老板之一的王金坚持用郑一剑,别看郑一剑那会儿不红,古惑在剧组找他的时候,人家还不想演,王金就看不惯他这种不求上进的样子,指着所有工作人员大声告诉郑一剑,你不想演的话,这一大帮人就没饭吃, 王金一句话把他心中的那份意气点燃,当时香港电影进入了低谷期,很多影视公司倒闭了,我不能让王金也走上绝境,毕竟人家那么挺我,郑一剑仅用15天就拍完了《人在江湖》,电影一上映仿佛就是给港片注入了一针强心剂,让所有电影公司都找到了制作方向,当年郑一剑有多火,王金自豪的说,肯定比刘德华要火,郑一剑火了,少美琪却病了,而且咔位一天不如一天,但郑一剑并没有放弃两个人之间, 郑一剑的感情,有媒体说少美琪配不上他,郑一剑还为此大打出手,说他未来的老婆只能是少美琪,甚至在演唱会上为少美琪唱了一首《一生爱你一个》,后来少美琪的病越来越严重,精神都出现了问题,把所有负能量和怨气都撒在了郑一剑身上,这个时候两勇气出现了,突如其来的温暖让这个需要关怀的大男孩瞬间沦陷, 双齐夺面的丑闻让郑一剑名声大跌,后来他签约英皇让自己成为票房毒药,郑一剑其实骨子里特别向往安逸,有一个知心的爱人,稳定的工作,他不喜欢选择,也不喜欢耀眼的光环,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,你越想平静,生活就越轰轰烈烈,郑一剑最后没娶梁勇琪,也没娶少美琪,而是娶了绯闻一身的蒙家慧,他是怎么想的,点个关注, 咱接着往下聊,郑一剑性格很佛系,他不喜欢做决定,所以最后抛弃两位天后,娶了蒙家慧一点也不意外,蒙家慧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,在他眼里郑一剑就像个小孩子,他喜欢玩就让他玩,他不喜欢拿主意,我就帮他做决定,两个人一起打球,骑马潜水,丝毫不让男人感到孤单和枯燥,结婚以后郑一剑就选择丁克,蒙家慧就陪着他,有人说郑一剑花心喜欢索取,其实他每段感情都付出了真心, 都把对方当作未来老婆,可是 拽着他,就怕他入坑,可是这一剑就是想躺着,就说现在吧,他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,可惜,比起娱乐圈他更喜欢安逸,就像他自己说的, 有活就找刘德华,不要在我身上浪费资源,因为港片不能靠我这种懒人撑起来,多年后王金提起郑一剑,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,说他都四十多岁的人了,还和小孩一样幼稚,爱玩,不肯花时间搞事业,如果稍微用点心,抄古天乐不是问题,可惜现在郑一剑的咖位,连陈小春都反朝他了,只能说人个有志吧,有些人就喜欢吃饭睡觉长肉肉,难道佛系一点有错吗?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,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